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开修了 把点阵背面的铁框打磨 再将铁框扳开 再使用风枪把点阵和临近分离 先看一下动画的步骤 先把三角管电容和IC拆下来 然后上锡 再安装转换的排线 再装IC IC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定位点 定位点是朝左上的 最后安装电容即可 接下来就看实操的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装好之后把点阵连接仪器观察 仪器上的电流如果显示5毫安 就说明了IC是安装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点击平台绑定IC 只要提示绑定成功 就完成了这个破解 再次使用了仪器去检查点阵是否工作正常 只要四盏灯可亮即可 最后把点阵和临近贴合 对准位置 用夹具固定 微调位置 确保位置已经对好了 就可以给点阵和临近之间的上胶水 然后就等待胶水固化 再将这个铁片贴回去 上胶水 也是等待胶水固化 然后就可以装机 测试这个面容功能 上述就是我们修复了整个过程 我们还有更多的维修视频跟大家分享 下个视频再见 Bye